地球是个圆 我们是个圈 妈妈那地球不就是我最爱吃的甜甜圈吗 对 地球就是甜甜圈 好奇就像美拉拉 为什么冬天这么冷啊 美拉拉 你先猜一猜吧 要不你带我去沙漠吧 甜甜圈和美拉拉的一百个对话 是妈妈为小宝打开的美妙世界 妈妈娃斯丁 美拉拉 什么好东西让你这么惊讶呀 还是很瞧吗 超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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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美拉拉 那是悉尼海港大桥 海港大桥 对呀 妈妈 这是我们就飞机过来的时候看到的那一座吗 没错 这就是全世界最宽的大铁桥 世界上第一单孔拱桥 哦 那分明只有一个桥洞哦 海港大桥最大的特点就是 单孔拱形 它的拱架跨度有503米 比绕足球场跑上一圈还要长 这也是世界上少见的 我觉得它像一个大爸爸爸一架 嗯 那你猜猜 修建这个一架花了多长的时间呀 很多年的时间吧 十年 这座桥从怀胎到出世 花费了一百多年呢 那你猜猜那个桥已经很老了 修逃人活了一百多岁呀 足足经过了好几代人的努力呀 还在1815年的时候 人们就想有一座连接悉尼南北两岸的桥 可以方便来往 后来经过了四十多年的构思 到了1857年的时候 工程师终于绘成了第一张图纸 之后又经过了反反复复的修改 1924年才真正的破土动工 开始建造桥机 总共有一千六百多个工人参与了建桥 又建了八年才正式通车 太慢了吧 慢工出细活儿 你看看从桥面到桥顶高吗 高 那个一百工程的呀 高达一百三十四米呢 桥下万吨的巨轮可以通过 桥上不但有双轨铁路 八条汽车道 每小时通行的汽车就有六千多辆 六千啊 对 火车电车一百二十八列 有时候一天通车 最多的时候会超过两百万辆 对了 还有人行道 人行道 看桥底下有人了 就跳海吗 美拉拉 我忘记和你说了 这也是世界上唯一允许 游客们爬到拱桥顶端的大桥 我吓死宝宝了 不怕不怕 这么大的桥爬到天黑一爬的山去 整个攀爬其实只需要三到四个小时 即使到了晚上也不用担心 会有攀桥的专用灯 那就是爬的 啊 美拉拉 还要先经过健康测试呢 啊 啊 傻太太太 傻太太的 deine Vicente 是什么 Не Dimash 读 你 两另外